聖劍想酷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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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宇慧来听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的时间到1点30分 那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樓庄知识品管理及标士 商工规定草案的工厅会 那我们现在有请的人 會議主持人 食品工夫衛生博力度 食品療養管理署 潘志寬組長 來 為大家 各位老師 各位專家 各位先進大家好 非常感謝立民 今天的這個送禮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食安 因為這個茶葉跟花茶 然後長得揭露 整形的非常大 我覺得那邊通人開玩笑 這個食安的議題 講話說 好像這個 星亂菜單 等一段時間 以前就會 以前炒的議題 又會重新再來 再炒一次 你說農藥產的議題 其實FDA也有農藥產的建設結果 以前是每個月都會發布農 農藥產的建設結果 那這次 因為這個英國蘭的PP 然後又會再燃燒 其他的這個茶葉 花茶的 就是這個 就像Cycle Man 那這個 牛章子的問題也是 牛章子的這個私底安全 有一定 因為之前 有一天報導說 牛章子的安全 也曾經 這個 大家討論過 那導入的結果 那為了這個 讓牛章子 管理人 會再上一個大桌 所以 這個管理對準 目前 標示的規定 那之後議告 那議告期間 還有很多的大家討論的意見 好 那 這些意見 那我們今天 就是 針對這些 這些 各界所管理的意見 我們他揮發出上的總統 包括 他安全物理 包括他製作流程 一些 應該有一些資料 再來就是所謂標示的問題 他標示的 他一些金融問題 那所以說 今天的這個 整個 會議的流程 這個說不出的流程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報告 包括就是我們這樣管理規定 還有這個 各界的管理 包括這個 這個三個議題 請各位先進 專家先進 能夠提供 這個保護意見 我們都充分的討論 那除了可以確保說 這個 這個 牛章子的這個 安全 對消費 對消費者 能夠安心的這種實用 那另外其實 也希望通過這樣的管理規定 讓業者更有更新 比如說在這樣的管理規定之下 以後又產生議題 其實 我們都已經做了 這個造成議題之後 其實 一個受到傷的就是業者 因為 大家很怕這個議題產生出來 議題產生出來以後 其實之後 我們說 要恢復民意 其實就要 要不要一段時間 所以 那 直接受到的衝擊就是這樣 所以說我們希望說業者跟消費者之間 能夠創造雙齡 然後對管理單位也不要經常受到指南 只是經常大家講的就是 FDA 都是考慮業者 沒有考慮消費者 其實FDA是這個 這個 站在保護消費者跟業者當中 不要消費者的權益 事實上也要防護業者的發展生機 兩方面受到損害 支持各位來致 各位的理解 所以我們今天謝謝多倫敵 那等一下我們就按照 報告程序 請 有這個警察的做個報告以後 大家待會 法會做結論 謝謝 謝謝班組長 為這次會議做個開場 那首先 接下來我們的議程安排是 要進行牛張之草案各特意見 以及食藥署回應去報告 那報告人士 我們食品大陸管理署 食品組的離企 好科員 謝謝 謝謝 組長各位長官 各位老師 以及業界的各位先進 那我主要是針對 呃 去年11月17號 預告的牛張之食品管理 以及標示相關規定的內容 來做一個說明 以及在我們預告的期間呢 呃 業者來函 或者是以電子郵件 或者是以電話呢 來詢問的一些常見的 常見的題目呢 呃 我們來這裡做一個報告 以及食藥署的回應的內容 那這一次討論的內容 主要包括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草案的內容 第二個是各界的建議 以及食藥署回應的內容 第三個呢 是這一次主要的討論事項 那首先是草案的內容 牛張之食品管理 以及標示相關規定的草案的內容呢 其實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就是食品使用牛張之為原料的時候 業者應該具備原料的詳細加工製造過程 以及它的規格 還有90天餵食毒性的試驗報告 這些證明文件呢 送食藥署來進行備查 那經過審核通過之後呢 它的安全性確定在食品是無語的狀況底下呢 就可以當作一個牛張之食品的原料 那牛張之食品呢 則需要有一個依照下列的規定來標示 第一個是以中文加註 因幼而孕婦 不畏母乳者不宜食用的經允 另外呢 還要在外包裝上明確的標示 原料的使用部位 是指食體或是菌食體 以及它的培養方式 那這邊提到的培養方式指的是 明是用斷木培養 明是用培養機來培養的各種方式 或者是它是用液態培養的菌食體 等等的內容呢 都需要標示在產品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各界的建議以及食藥署的回應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呢 是90天衛食性的毒式試驗 它是以牛 並不是以純的牛張之原料 而是添加其他成分來進行 是不是可以供備查 那首先呢 還是要請業者提供產品的規格 以及資料說明說 到底添加了哪些成分 然後這些成分呢 是不是只是以物理性的混合的方式來做 那這樣子經過我們的成分名稱添加量 以及它的混合方法等等的這些資料 我們經過審核 以及90天衛食毒性試驗的結果呢 確實有得到一個安全的實用的量的時候呢 那我們是可以工作備查的 那另外一個是提到的是說 動肝的牛張之菌絲體粉末 進行了90天衛食的毒性試驗 那是不是可以當作液體培養的部分 那同樣的原則 我們必須要去看它整個培養跟製造方法 如果它是相同的菌種 培養方法是一致的 差別只是動肝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審核通過以後也是可以 這兩個可以同時提供我們的動肝菌絲體粉末 以及菌絲體培養液的備查的資料 然後第三個呢 是最常問到的就是 牛張之原料已經通過備查 它製成的產品 是不是要申請備查的這個動作 如果說我們這個牛張之原料已經備查了 然後呢它只是以物理方式加工 像剛剛提到的我加了食品的原料 或者是食品的添加物的時候 然後呢 這些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物 是我們目前在我們的可供食品 使用原料一欄表 或者是傳統的食品原料 或者是我們的食品添加物的標準上面 表列可以使用的這些食品添加物 依照規則下去使用 而且在每日使用劑量以下呢 它是在90天衛食實驗的安全使用量以下 那它就不需要辦理備查 但是呢要備有這些 剛剛提到這個原料的備查資料 來以備我們衛生主管機關的查核 那第四個是 牛張之原料90天衛食毒性試驗報告 是不是有指定的執行機構 試驗應該如何進行 那首先是有關試驗設計的部分 如果它符合像是OECD的90天衛食毒性試驗 或者是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的90天衛食 就是毒性試驗設計的話 那我們對整個動物性試驗 動物的衛食試驗 並沒有說 並沒有說一定要如何去設計 只要符合這個設計的原則 然後呢 試驗的結果是可以得到 牛張之原料的安全使用量的資料的 那我們並沒有指定特定的執行機構 那另外一塊呢 是有一些 先附方的產品已經取得健康食品認證 該向牛張之原料 是不是要進行備查 或另外進行90天的衛食毒性試驗 那目前已經合可的牛張之健康食品 因為它是以產品的形式 來進行90天的毒理試驗 而且經過審核通過 取得健康食品認證的話 所以未來如果這個草案正式施行的話 這項產品是不會違反我們備查的相關規定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這個牛張之的原料 用在其他沒有取得這個認證的食品裡面呢 還是要以這個原料來提出備查 經過審核通過以後 才可以當作其他產品的牛張之原料 那一直有業者在提到說 是不是政府可以編列預算 來補助業者來進行這個90天的毒理試驗呢 那目前以衛生福利部的法規政策來講的話 我們並沒有補助這個所謂業者來執行他自己的牛張之的原料 來做一個安全性的試驗 但是呢可以請業者來洽生技產業發展輔導的機關 例如像是經濟部工業局等 來申請相關經費的補助 另外呢也有很多民眾來詢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坊間的牛張之斷木栽培子實體使用的數種很多樣 而且培養牛張之子實體的安全性還不明瞭 那是不是要明確的規範牛張之斷木子實體 那其實在我們公告的第四條的規定 如果正式實施以後呢 牛張之的原料提出備查的資料 提出的這些備查資料呢 我們必須要提供他是以斷木或木屑培養 或以及他這個斷木的使用的數種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去看這些東西到底是可不可以安全的在食品使用 當有疑慮的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 就不會准以備查這個牛張之的原料 那也有業者來詢問到說 執行90天餵食毒性試驗如何確保每批的出貨品質都一致 那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業者應該要進行自主的管理 來管控每一批原料的穩定性 那以食藥署的立場來看呢 我們會依據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草案呢 業者提供的相關資料尤其是規格的部分會進行很詳細的審查 而且事後來進行一些積合的動作的時候 也會依照規格的方式的來看各位業者所提供的牛張之原料品質等等的 是不是維持穩定的狀態 所以呢 業者在提供這些資料的時候 這對它的規格以及它的品質 詳細的加工製造過程的管制點呢 都需要提出相關的說明資料 那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呢 是有關我們討論事項的情況 那主要分成三點 首先呢 最近這個整個預告的過程當中 一直有業者提出來說 因為90天餵食毒性試驗 費用達到200到300萬元 小型的業者沒辦法負擔 建議改為28天的餵食毒性試驗 然後呢 牛張之的原料品質管制資料 到底要提出哪些東西 那就像剛剛說明的 業者應該提出這些詳細的加工製造過程 規格以及品質管制的指標 提供給衛福部這邊 然後呢 要自主管控每一批牛張之的食品原料品質 那牛張之食品景品標示的內容呢 我們先前的內容是 因幼兒孕婦不慰母母者不宜食用 那有許多的團體提供說 修改為建議幼兒孕婦不慰母母者不宜食用 或是因幼兒孕婦不慰母母者請下巡醫師或醫療專業人員指示後使用 有建議修改為這兩項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食藥署這邊提出來三個主要的討論的內容 那我先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的議程排定是管理規則討論 那各界對於剛才的報告有任何疑問都可以提出意見來 那我們討論的主持交給我們食品藥物工藝術 食品藥物工藝術的潘主持的謝謝 這個各位對於這個議跟議題 各位說有沒有要提出提出這個 加油 蔡主長 高科長 在座的老師前輩先進 我是台灣牛杖茲產業協會的理事長林靜忠 在禮拜一在討論這個之前我幾件事情也趁著我們 去列的長官在報告一下 在禮拜一在經濟部標準期 在制定牛杖茲指標成分的案子被終止了 因為在裡面那個案子已經討論了四五年 在標準期他是過兩年 就要終止 退回來給牛杖茲協會再重新提案 偶爾藉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在座的牛杖茲的從業團體很多 藉這個機會來呼應我們的各家廠商 你們自己要提出你們的 跟TODA有一點劣勢 你們的製造工藝方法跟方式 還有你們的指標成分你們的檢驗方法 這個今天下午的會後 協會會發通知給有參加協會 還有一些老師 收集完了 協會也會召開一個產官協研 從疫態培養的禁師體 固態培養的禁師體 敏培式 揮牛杖斷幕 牛杖斷幕 我希望每一家的業者都可以提出來 當你們不提出來 不要說協會不把你們的方法送進去 經濟部標準級 我們還是會透過一個場官協研的 大型的研討會 來制定這些指標成分 各種培養方式的不同 那針對剛剛 他組長 TLDA他們這裡的幾個問題 因為協會也會整了很多 我們會員反應的問題 剛剛我相信 在座的應該手上有一張是由協會提供的 這個也要請我們TLDA的長官 要去等一下也要明定清楚一下 牛杖斷的紫實體跟禁師體的定義 是木頭栽培才叫紫實體 還是像有我們的業者問說 阿民別四個算不算 這個定義要先定義清楚 這個定義有沒有辦法我們廠商自己定義 我們講什麼就什麼 這可能蠻難的 還是要我們主管機關TLDA來定義 那第二點 關於牛杖斷的原料的定義 是指最初牛杖斷紫實體 近實體的部分 還是經過製成後的原料 這個我應該用白話我們講說 因為如果是紫實體 有的就新鮮的固體嘛 直接磨成粉 那有的是有經過萃取的 它的萃力應該只有在25%左右 這個是有一些老師 學者專家他們研究應該是在25%左右 那等於是一公斤萃取物質 剩下250公克等於有四倍的濃縮了 這個也要定義清楚 因為我們有會員在問 他們有的有萃取有的沒有萃取 那第三點 九十天獨立的實驗部分 需要包括哪些項目 實驗的安全計量 是以產品每日的建議用量計算 還是以原料的建議用量計算 這個等一下也要請我們TLDA的長官 做一個指示 那第四點 制定牛章之不同的栽培方式 檢測方法 以標準品的自備及提供 這一點是由我們比較小規模的廠商提出來的 但是這個都是要請 我還是要列上去 要請TLDA來提供各廠家不同的製程的方 不同栽培的方式 檢測方法跟標準品的自備 我看是蠻難的 但是站在協會的立場 我還是要提出來 那第五點 針對草案的第五項第二點 對於牛章之產品 外包裝明確標示 原料使用的部分 維止實體或近實體 及其培養方式 因為剛剛 那個TLDA的長官也有報告說 牛章斷木 歸牛章 他剛剛是講說其他樹種 或者固態培養等方式 該如何係數 因為外盒還是有限 要怎麼標示 這又是一大難題了 因為有的外盒就小小的 要寫這麼多寫得下去嗎 這個也是我們會員有在問 那第六點 目前中國官方所認知的 就剛剛我們 潘組長有提到的 2013年5月份 在我們台灣的報導 的牛章之事件 在中國道路官方的認知 並沒有相關主管機關 或者官方做澄清 我有看到我們TLDA 有個食品安全桌報 當時康造舟康局長 在那個桌報有提起 這份資料 在中國大陸的CLDA 他們認為只是參考資料 不叫官方的說明 這個是我們廠商有碰到的 那 因此 大陸的CLDA 對這部分 還是希望說 在我們台灣的TLDA 還有我們的是不是 有正式的說法 或者正式的文件 讓大陸CLDA 對牛章之的 視乎安全的疑力 被解除 那這個部分 會對我們現在 在場所有的牛章之業者 將來要進進 中國大陸市場有極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也會促進我們的牛章之產業 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布局 所以我們也要請TLDA 前哲主管機關 對此是不是能發布新聞稿或聲明 當然這個都可以討論 我們的會員有提出來 我必須要提出來 那第七點 就我們有一些學者老師也知道 2015年9月在台灣會召開一個 我們TLDA跟大陸的CLDA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的會議 是不是建議把牛章之保健食品 台灣叫健康食品的審查法規的調和 列入討論的議題 這個真的會有助於我們牛章之產業的業者 把牛章之往不只是大陸 其他的國家去推 這是以上我的補充報告一下 謝謝 謝謝 針對剛剛這位先進手機的這幾個問題 我先做個說明 你說第一個紫色體跟近視體 其實這個紫色體跟近視體 科學上定義本來就很清楚 這有科學上的定義 其實十年級衛生管理 我們講到標示 品名的標示 品名標示很簡單 你用什麼原料就很清楚的寫出來 難道你自己用什麼原料都自己不是清楚嗎 對 那然後呢 在現在的管理確定之下 就是要先有安全評估嘛 你用什麼材料去做安全評估 你的材料的特性 你應該自己掌握清楚啊 你的材料是怎麼來的 你到底是用紫色體近視鏡去處理的 那當然你就把這些 在你做安全性評估的時候 當然你要把你的這些特性都掌控了 比如說標準有兩種 我們說這個事實有兩種 那其實標準也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 一個是標準流程嘛 你要把你流程弄出來 把這個流程定義出來 根據這個流程定義之後呢 你可能 正在這個製作的流程裡面 你有哪些可以當來這個指標值的 你就把它幾乎拿來當指標值 進入做管控 所以說這個市面安全的管理 其實也是有流程的管控 你就說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流程 製作的流程是什麼 那有了一個製作流程的標準的話 對不對 你才能 這個這個後面的相關的標準 包括它的這個方法的標準 還有這個程序的標準 還有那個所謂的特定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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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指標準 你才能夠定出來 所以說你第一個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指示體 這個指示體 其實科學商的定義很清楚 那如果針對你的產品 你應該本來就應該掌握你的產品是怎樣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製作出來的產品 你進入安全性的評估 那這個安全性的評估 其實跟你的流程相對應 然後呢在你的標示上面 你把它清楚的描述 不要有醫生誤解誤導的那種情況發生 這裡先做個說明 那另外你講的這些說 跟大陸什麼的 那這些也要 也必須說這個 這個你有個別的產品 這些產品 安全性的評估做出來 經過我們認定之後 那針對這些個別的產品 我們才有辦法去 去跟人講說它的安全性 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那怎麼有相關的資料性 去跟人講說這個產品是安全的 你即使要提到會上 去講相關的這個安全性的話 你必須要有這些 這些安全性的評估資料 沒有這些評估資料 你只是跟人講說安全的事實上 你也拿不出相關的證據 那如果說這個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之下 將這個調給 其實這個兩邊的法備調給工作 其實在海峽兩岸事實安全性的 這樣比較實際談了很多次 那其實到左右還是說 我們對保健公交的評估方法 安全性的評估方法 彼此可以相互認同 那這些其實都在相關的協議之下 這個有關的會議裡面其實談了很多次 那這個也要比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法規上的調整 所牽涉的內向其實是非常大的 大家知道不是一個單單純 一個法規的問題 因為這個法規的問題之後 其實還牽涉到整個經貿的問題 所以其實是相當的多 那其他的就是 這個有關於比較技術面上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就請來跟各位做個相關 首先接下來針對這個問題的第二點 有關牛樟脂原料的定義 那這個其實在整個被查資料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您是牛樟脂的子實體或基因實體 直接進行乾燥以後 然後這個是直接添加到牛樟脂的食品裡面 來做未來的牛樟脂的產品的時候 您應該是以這個乾燥的粉體的 這個牛樟脂呢 來做一個試驗 那如果您已經經過萃取了 然後使用這些萃取物來做 來做產品的時候 您就不應該使用原先的牛樟脂的 那個 牛樟脂的子實體或菌實體 而是應該使用萃取後的 這一個您要放到您的食品裡面的 這個原料來做90天的安全性的試驗 那90天獨立試驗要包括哪些項目呢 首先 呃 其實在剛剛講的OECD的規則 跟我們的那個健康食品的部分呢 都會有做一些項目的檢測 那這些項目呢 就建議您依照這個90天的衛食試驗的設計來做 那安全劑量 安全劑量的部分呢 您 這邊您可能要考慮到就是說 您未來要放在產品裡面的劑量是多少 以及您希望適用到的安全劑量是多少 假設說您希望未來這產品裡面是要達到500mini ground的話 那在做動物實驗的時候 您可以這裡面要乘以 要回算一個安全係數到動物實驗裡面的量的話 通常是要再乘以100倍的 所以您在牛章隻的動物實驗的時候 跟您最後放到產品裡面的這個劑量 您要回推去換算 在動物實驗使用的值 然後 再去設計您要往更高的走 還是往更低的走這樣子 那這樣做出來 假設您做出來的結果是 乘以1%的安全係數以後 變成1500mini ground 那您的產品每日的使用量 如果1500mini ground是安全的 那您的產品再放這些牛章隻的原料的話 最高在每日的使用量裡面 就可以放1500mini ground的這個情況 這是依照您的產品設計 以及您未來實際上 這個動物實驗的劑量設計的這些原則去設定的 那第四點說 對不起 前面那位先生你可以錄影 可是你可以把燈關掉吧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知道他亮著 對不起 我不知道他燈亮著